来大家觉得我们的执政团队到底有没有真心检讨 如果觉得没有刷加1 如果觉得有减1 其他想访加2留言告诉学生等等来点点名 好现在来看最新的民调了 外界都在关注 好选的这么难堪 你要负责吧 要不要反省要不要检讨 要不要面对要不要 好内阁要怎么改组动向之际 来看内政部长徐国勇只有他请辞 他说因为气喘身体很不舒服 好最新的民调数字 你对于徐国勇请辞内政部长 你的看法是赞成 非常赞成还算赞成 不太赞成还是非常不赞成 结果揭晓来看看 将近49.6%将近五成 几乎一半的民众都是非常赞成 徐国勇你应该要请辞内政部长 另外还算赞成不太赞成非常不赞成 都是相对少了非常多 另外也同步来问问 你最不满意的内阁部会首长 是哪位呢 结果来看看 包含了行政院长苏贞昌 内政部长徐国勇 基金部长王美花 最不满意的大家觉得是谁 答案揭晓目前45.5%的投票的人认为呢 行政院长苏贞昌 最不满意这个苏贞昌的一个表现了 好那大家认为你觉得内阁有没有需要要换血 要不要重组呢 结果呢认为非常需要换血 非常需要重组啊 过五成了50% 认为非常需要 所以民意的期待 民意的展现就在这边 我们的政府有看到吗 但问题是看起来 苏贞昌的大胃好端端的 做得稳稳的哈 请辞口头上讲一讲 还是被位留实质 行动上还是坐着位置 好坐好坐满坐稳稳 好很多人就质疑了 这根本没有诚意吧 真的要改组吗 好可以看出来 民意会说话 那内政部长徐国勇开出的 逼宫的第一枪 外界是这样解读 认为是逼宫的第一枪 他自己是说 气喘身体不舒服 但被苏贞位留 等于依旧没有 这个原位败选来负责 让人质疑 在搞什么啊 全部都是口头讲一讲 然后最后全部都被位留 好质疑蔡政府 你真的有检讨的决心吗 民进党的赖皮 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只是我们1126选举的结果 民进党应该也知道 他们这样子赖皮下去 是不会得到选民的支持的 那不是我们可以看到 以往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出了什么问题 即使不合理的被要求下台 我们国民党的政务官 都是非常有风骨的 马上离开 即使未留 我们甚至是 之前有喜为政务官 即使是总统 到了他的家门前 都不开门 就是这样子的风骨 这是我们国民党跟民进党 最大的差别 那民进党呢 就是屎皮赖脸 人家喂留 我都不知道 到底是谁喂留谁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 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EPA跟DHA的含量 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购买的优惠代码 购买的优惠代码